接下來也是一個考過的重點 水的異常現象 水有兩個異常現象 一般的東西都是熱脹冷縮 可是水在兩個地方不是 第一個 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結冰是冷 應該要縮 反而會怎樣 膨脹 變成冰塊以後 冰塊本身是熱脹冷縮的 可是熱熱熱那變成水 反而會怎樣 縮起來 縮起來 所以第一個異常現象 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第二個異常叫做 水在四度吸的時候 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上面有兩張圖 兩張圖都考過 都考過 跟你說過了 考試如果考圖 先注意誰是重坐標 誰是屯坐標 這張圖在看什麼圖 左邊那張圖叫做體積跟溫度的關係 所以是四度吸的時候體積是最小 右邊那張圖是密度跟溫度的關係 所以四度吸的時候密度最大 所以這是兩張圖都考過 看那個圖在考哪一張圖 正確地選擇那張你所需要的圖形 這是第二個異常現象 水在四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那麼因為這樣 考過一題是這個 就是問你 浮水的溫度是浮面比較高 還是浮底比較高 很簡單就記得 誰會在浮底 密度大的在浮底 誰會最大 四度吸 所以浮底是四度吸 夏天的時候 表面有十幾度 二十度 所以表面溫度高 浮底溫度低 冬天快要結冰的時候 表面只有一兩度 接近零度 浮底有四度 所以是浮底的溫度比較高 浮面的溫度比較低 你就記得 最下面是密度最大的 就是四度吸 那你看看上面會幾度 你就知道 誰的溫度高 誰的溫度低 這就是考試問過的 考試問過的 那你的溫度比較高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有人問你說 為什麼 浮水是從表面結冰的 通常學生只回答我 一個答案叫做 因為水在四度吸的時候 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那是錯 是兩個異常加起來 才有這個現象 假如水也是結冰的時候 會收縮、密度變大的話 那麼就是表面一結冰 就沉下去 然後化掉 表面結冰才化掉 然後變成整個浮水都變0度吸的時候 表面一結冰就沉下去 結果才是環結冰 還是從浮底開始結冰 不會是從表面先結冰 所以是兩個異常加起來 才造成浮水是從表面先結冰 先結冰 所以才有什麼 王翔臥冰求雨的故事啊 以下雨他可以活得很快樂 OK 好 好 那我就背一下就好了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做什麼叫冷氣 就是我們冷氣有很多種做法 國中教最簡單的說法叫做 鹽巴跟冰塊啦啦混在一塊 這樣比三比一 就可以使它溫度降低 一 冰 鹽巴溶於水的時候會吸熱 二 由鹽巴的水泥物也會下降 因為這兩個因素造成的結果 就使得我們鹽巴加冰塊啦啦之後 就會做成冷氣 讓我們的溫度可以下降 就跟各位簡單介紹一個冷氣 介紹強調的冷氣 OK 好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來做題目 熱水有白煙 請問這白煙什麼東西 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熱水他們為什麼有白煙 白煙是小水滴 拿來的小水滴 水蒸氣凝結的小水滴 拿來的水蒸氣 熱水本身會冒出水蒸氣 所以呢 熱水冒出的水蒸氣 碰到外面冷供氣 然後凝結形成的小水滴 就是熱水的白煙 OK嗎 OK 然後 冰塊 如果講過烤過這個 這題類似題是烤過的 可是 裝了冰塊的冰水 誰 放一段時間之後 杯外有小水滴 請問你 他是哪裡 蹦來的咧 停車站接問 他是哪蹦來的 帥哥拿二七 二七誰 快死掉的樣子 誰啊 你可以故意講錯沒關係 蛤 答案誰啊 趕快啊 五 四 B嗎 二 請坐 小水滴是水蒸氣凝結 拿來的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 碰到冷冷的杯壁 遇冷凝結的小水滴 OK 這也是講過烤過的 那個可愛的乾冰 乾冰會製造煙霧效果 請問那個煙霧是什麼東西 哪蹦來的 這也是烤過第一 烤過第一 很簡單的題目 我們要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5 6 6 髮容 蛤 C 3 請坐 好 選人叫做C 那個煙霧就是小水滴 第一是空氣的水蒸氣凝結的小水滴 為什麼空氣的水 空氣的水蒸氣會凝結 因為乾冰昇華的時候會吸熱 所以吸熱使溫度降低 所以水蒸氣就變冷 然後就凝結了 就是講過考試考過的 就是問各位那個白煙是什麼東西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這也考試有問過的 希望各位能夠理解 OK